今天找来节目组相亲的是一位58岁的金大爷 金翔58岁离异打工收入3600元每月居住地长春市 红娘一进门就发现家里都是人 原来都是金大爷的亲友团来给自己助力了 这都谁啊 这我老妹 亲妹妹啊 表妹 这两个呢 她老公 这个是妹夫呗 这个呢 这是我大哥 也是亲戚的 这都干啥了 这算娘的人吗 这是知道我们要来给大哥介绍班了 你们来瞅瞅啊 终身大事我们能无产物吗 亲友团给了金大爷一致的好评 朋友说金大爷很是乐于助人 自己生病的金大爷无私提供了帮助 很账 啥事都很出头 啥事出头啊 你看有病有咱呢 你啥 叫他值得了 一病死的 谁有病有咱啊 我有病吗 啊 你有病的学生 他咋表现的呀 你有病是他咋表现的 你拿钱的 我身病 但是这个经济挺长的 他吃了以后给我提交助人费 交五千块钱 你给不给他钱啊 给他不要啊 他就无私了给他送钱了啊 这样的事情不止一次 希望金大爷是在自己能力充足的情况下慷慨帮助朋友 只能说金大爷是个好朋友好亲戚 五哥吧就是平常不愿意说话 嗯 然后吧就是热心肠 他吧 挣钱 但是他不可自己 完全他就可他的这些个亲人 朋友 他就是从小就这样 就不会跟人玩新样 不把钱当钱 嗯 你需要帮助了 你就是能拿多少就拿多少 这样嘛 嗯 金大爷的房子虽然不大 但是房间内的小百件小饰品都很雅兴 我发现大哥你看这个乌宝虽然不大 家里头养点鱼 养点花 嗯 挺有雅兴的 就茶也喝点 嗯 总喝 这是你平时的爱好啊 对 大爷跟红娘说 自己之前在深圳做生意 这些习惯也是做生意的时候留下的 大爷之前是在长春买手机 后来看到了深圳的商机 我原来一直做生意的 我做手机的 就9900的时候 还大棒棒的时候 有头脑的金大爷在工厂学习研究 从早上到晚天天就在市场里呆了 看总看天天看 就看手机哪个卖的快哪个啥的 不就能看出来了嘛 看了两个月 你就知道这东西怎么做了 两个月便有了自己的工厂 那个时候的金大爷逮住时机 挣了不少钱 假如说这个 这个价来了 都来了以后 我们自己 我住那些工人 他在庄上 完美就拿了柜台去 就去批去了 顺利的话 那是不是一年的利润大概能够多少钱 五年 这个四十千万嘛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 有一次我们在香港 接了货 这个手机来了以后 假如我们看这个手机了 我想要这个手机 我们的叫拍卖那种 没判准 或不值那些钱 一下赔了 那一户贵啊 大概是多少 得两千多万嘛 这一次没看准 下次又没看准 那没找人 这两次一下栽定 那个时候的金大爷赔了不少 不甘心的他想着继续东山再起 可是自己的婚姻却出现了问题 那时候我媳妇也 不过让我回去 回上村嘛 咋的你得回来 反正你回来 那我就回来吧 那头该卖谁 卖谁该对谁呢 回来他不弄事 做不做不做 就要离了 我用啥呀 他说不用啥 我说你要有人也行 你跟我说 他没人 问叔叔大 反正就离了 让你签字去签 随着年龄越来越大 金大爷也不再想折腾做生意了 不像年轻人说 你闯闯再闯闯 现在你叔叔大 你往哪儿闯 你上哪儿去 不行 不行 现在的金大爷在表妹的公司工作 一个月挣个几千块 加上即将退休的的退休金 用来生活也是够的 那金大爷的择偶标准是什么样的呢 赶紧行呗 张先生无所谓吧 把你自己瞅着演员对就行了 红娘便打算把54的张大妈介绍给金大爷 张红兵54岁 离异居住地 长春市 张大妈一直是租房子住 姐 咱家这窝不大收拾地挺感情 小好收拾 那房子住多长时间了 两个多月 这刚买的呀 不是我租的吗 这两年因为生病也没有出去上班 这手不长泡枕了吗 这不才好吗 这不才这四天我才没上药啊 这都上三年药了 三年 得四年 四年大概什么一拿它当回事都 这是咋得的呀 不知道 就是免疫力低下呗 谈起自己的婚姻 张大妈说 她那时候吧 就是反了结婚以后吧 她就喝酒 喝完这家 到那家吧 要干啥 要有个客人 还喝 半夜我都出去找她去 她喝酒喝得多 就一瓶以上的都 就白酒 后来都喝到啥程度 喝臭啊 喝得回到家都没有空 没有看 那是真吵心 因为自己丈夫一直喝大纸 张大妈便选择了离婚 离婚后的大妈独自带着女儿 日子过得多苦只有自己知道 现在的张大妈只想找个伴 安稳过完后半生 就找就是过到老夫这样子 登记结婚这样子 厉省点 别整那个蹄儿烫郎的那人 我根本的看我这 我就是别人吧 就是谁要是穿的外衣坐我穿 我就感觉他鼓个搁的 那我的心里就感觉不准输 俩人相亲 表妹也跟着来了 金翔金大哥 你好 张红冰张大姐 这个也介绍一下 这个是金大哥的表妹 你好 我一样 大哥呢 他在这个妹妹眼里不是特别愿意表达 两人见面的第一印象还是不错的 那行 咱也不是说的长什么特殊不好看的 就是找正常过日子 实时实心 实心实意过到老就得了 行 谁行 哪行呢 哪来行我还行 这一坐下亲大爷更是不说话了 张大妈便主动打开话题 吃了随碗 谢谢 来小妹吃了随碗 谢谢啊 在哪上班 在红乌广告公司 原先有单位吗 有啊 割理公司 退休得多少钱呢 工职 谈到退休金 金大爷便说道 就是说咱以后说的 就你们挣这工资 以后就开销啥的 都给你都给你 我我 虽然俩人以后的打算达成一致 咱俩要在一起 就得当即结婚这种行李 对 是 就是能就是想过到老 到现在还得就有这张纸 对有张纸 心里了吧 踏实 对心里 但是金大爷一直闷不作声的态度 让张大妈很是不满 这个家庭情况他也没了解 关键 你说还得我说 你得问我 大哥今儿来就是往这一坐 一个人就让你看看 剩下的事情就都交给妹妹说 我来听说话来了 但是吧 得这么说 我这直言直语 就是你的表达能力也太差了 本来见面都挺满意的两个人 金大爷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看起态度 感觉金大爷也没有那么迫切想找个老伴 不管红娘怎么说 金大爷一直沉默不说话 这让张大妈有了意见 我这受不了 就是他这一举一动 就表现的实在是让我太不可行了 将来以后有个大事小事上了 多少家庭都得点小事吧 就是拿不起来的那种 因为我总感觉好像我俩的性格总像是 有点差 就总感觉是以后在办事上方面上 对呀 我怕就是因为啥呢 我家海淘爸爸就是嘛 也跟你性格真差不多 在外边你办事能力你可差的了 费劲呢 就跟这种人过 那是我是知道了 过太累了 大妈直言直语表示 金大爷的沟通能力有问题 那金大爷这欲言又止的态度 到底咋想的呢 那你为啥不知声 这个是原来被是平的 现在被他走回来 咱们要来就做点了 懂不懂 你说一般人谁能这样 那正常来的 懂不懂 你经理发现看着 对 你那不尊重我们 原来金大爷注意到 张大妈把被子掀起来了 防止有人坐上 这一行为让大爷觉得 根本不尊重自己 其实一开始张大妈 也跟红娘说过 自己多少有点洁癖 我就是别人吧 就是谁要是穿那外衣坐我穿 我就感觉到骨骼骨骼 我这人就也有点洁癖 可是大爷觉得 自己接受不了洁癖 担心会因为这个影响到 俩人的生活 洁癖不行 洁癖接受不了吗 对 洁癖还挺干净的 也挺好 不一样不一样 就隔路 就是我的意思吧 就是怕他外衣就是 洁癖大劲了 就属于心态的东西 对啊 就是怕有点以后 怕以后两人生活 对啊 跟他说那么多 也有啥用 没用了 红娘便把大爷的意思 带给了张大妈 就有一方面 就觉得你这个洁癖 有点严重 对而害怕 跟你在一起生活太累了 那是是 就是晚 就是穿那外衣 要坐我这个床单上吧 我感觉到睡觉我也不熟了 祝福两人早日找到心怡的另一半 对啊 对啊